那台北市政府針對了警察局監視器案提出複議 但是遭到議會是直接否決 而且大會是只花了一分鐘就通過了原決議 是大大打臉了柯市府 那柯文哲今天也召開記者會 怒轟說他還沒有下台 國民黨和民進黨就已經聯合起來 屋前了 議會給我弄了一個蛋糊 他如果你要用2MB傳送的話 你只能買100萬數的攝影機 我跟你講 100萬的時候攝影機要停產了 根本就開車買不到 他這個蛋數就是要逼迫我們用3MB傳輸數率 這這麼簡單 問題是如果用3MB傳輸數率 就明年新增的攝影機一年要多900萬 如果我們被迫將來因此這樣 所以將來我們14000支的攝影機 全部要改成3MB 一年傳輸費用 從2MB到3MB多8900萬 8600萬 講錯 但是那是一年 這個攝影機在連續用10年了 8600萬 10年是8.6億 這個當時他們在議會 政黨協商 你要知道我做事是很認真的 凡是在議會 審預算有簽到政黨協商有寫蛋糊的 回台北市政府逐條審查 我提出副議 提出副議的時候他們講說 現在選舉期間 為了這個 我還故意把 向議會提出副議的時間往後延 延到說你們選完可以回來開零食會 結果發生什麼事 就這樣呼嚨呼嚨就給他過去了 我柯文哲還沒下台 你們國民黨跟民進黨 已經開始聯合起來無錢了 這要浪費掉8600億 要浪費掉8.6億 國家可以這樣幹的嗎 我知道你們法律程序走完了 我現在都沒有你辦法 我直接訴諸民意 我們不允許 這種 財團 勾結議會 來炸取國家的錢 那麼台北市長柯文哲 為了這個 警用監視系統預算案 槓上了台北市議會 到底這個台北市長柯文哲 跟市議會之間的爭議 這到底是什麼呢 那你一起來看 我們首先看到這個畫面 上面的圖片 其實主要這個預算淡數 它就是說 如果你要新增 200萬畫素的攝影機的話 就要用三妹來傳輸 那假如說 你要用兩妹來傳輸 那就只能用100萬畫素的攝影機 而這個彈書呢 對於警員辦案有什麼影響 今天記者會上面呢 柯文哲也播出了警員的意見 要社會來公平 再傳哪一次 那畫面都可以看到 那個照牌以及 避難的照片 照片 標線 都散任的行機 硬核的畫面中 最清楚的電視大 行進的車輛 車牌 你這個一樣的車事情 的話 你再移動路 就是有點模糊 沒有那麼清楚 而且沒辦法 就變 所以車牌下就是想 看著它就看到 看不到 看不到 好 所以剛剛特別提到的 在議會下的這個彈書 他給你兩種選擇 如果你今天要用200萬畫素的話 你必須採用3妹的頻寬 如果你一定要用2妹的頻寬的話 你就只能用100萬畫素 當然我們很清楚的 剛剛元璟也反映了 100萬畫素 根本不可能滿足他的需求 他要看得很辛苦 他必須把他用人為的方式去慢慢地把它辨識出來 所以在市府的立場上 我們不可能去用100萬畫素的 來影響到原警偵辦的案件 這反過來講的話 就變成說 我們只好按照議會的規範 因為我要用200萬畫素 我就必須採用3妹的一個頻寬 那用3妹的頻寬 剛剛特別提到的 如果2妹頻寬做得到 我為什麼一定要用3妹的頻寬 這影響在哪裡 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剛剛元璟特別反映的 100萬畫素就是產生這個影響 200萬畫素 我們都一樣可以看到車牌號碼 但100萬畫素的話 在白天也許你看得到 可是到了晚上的話 因為燈光的關係 他會有一些反射折射的問題 他就看不到那個車牌 對元璟來講 他辦案就變成是一個很大的困擾 也是一個障礙 而針對台北市長柯文哲 大動作開記者會 指控藍綠兩黨是聯合來烏錢 今天北市的藍綠議員 也都氣呼呼的開罵了 其中國民黨的這個秦慧珠 他就指稱這個 柯文哲沒有證據 就污辱議會匪夷所思 另外還有這個民進黨的江志明 他也批評 柯文哲他其實在選前的一個禮拜 就趁亂偷偷提複議 根本就是不光明磊落 而針對被點名的台志光公司 目前也尚未做出回應 你堂堂一個首都市長開記者會 隨便指控幾十個議員 藍綠加起來幾十個議員 共同圖立財團 你又沒有證據的話 這樣的市長 這樣隨便的指控 是我們覺得匪夷所思的 我們大家可以激起控告他 公然毀謀 這樣污辱議會 因為他的政治是表示說 這個議員是在郝龍斌時代簽的 然後是綁標25年 還批當時的郝市府 不知道是笨還是蠢 才會簽這個議員 那其實現在後來也被發現說 台志光的最大股東是台通店 其實是高藝人家族的 那會不會覺得 好像都在劍指國民黨這邊 柯文哲已經當了八年的市長了 他今天要下台前一個月才提出來 那你這八年在幹什麼 如果說像你指控的這樣 你這八年就可以來做處理 那你也八年配合議會嗎 所以我覺得他到現在才來放馬後炮 柯市長對這個預算有意見 那麼他應該在整個大會通過之後 他應該要馬上發表他所有的看法 那到底應該發表 他對這件事情的意見 但是他在最後在選舉 大家在正忙的時候 他在選前的一個禮拜 才提出這個副議案 那讓人覺得根本就不光明磊落 或是有其他的問題 你就讓下一屆的市長來執行嘛 你在剩下最後的這些任期之間 你因為這個案子來責怪一些官員 毫不沒有替這些官員留一點尊嚴 我覺得認為柯市長這個人欠缺的 就是為人處事的厚道 接著轉換焦點 帶大家來關心九合一選舉 民進黨慘敗 總統蔡英文請辭黨主席一職 那黨主席的補選 將會在明年一月中旬完成 有一名英系要角今天透露 桃園市長鄭文燦 日前在跟英系人士會談之後 表達有意願承擔大局 根據網路媒體《零傳媒》報導 28號下午 英系要角在黨部旁辦公室密會 鄭文燦現身表明有承擔大局的體認 並禮貌詢問高層意見 會中大家認同黨魁應該由終生代接班 但仍然建議鄭文燦也應該諮詢其他派系意見 對此一名英系要角 接受ETtoday訪問時證實這件事情 並指出說大家都希望民進黨主席人選 可由各派系共推不要用選的 所以鄭文燦也提前徵詢他選的可能 希望黨還是要團結 不要在現階段最脆弱的時候彼此競爭 至於是否要支持鄭文燦參選黨主席 該人士說大家覺得現階段 他算是一個很適當的人選 因為他的柔軟度很夠 可以Hold住全黨 那至於民進黨的內閣是否改組呢 也成為外界關注的焦點 現在傳出內政部長徐國勇 將會離開內政部長職位 出任黨秘書長 那對於媒體追問這件事情 徐國勇今天僅有回應 目前還沒有受到徵詢 根據了解徐國勇所倚重的檢任秘書徐建林 昨日接任議政署副署長 被視為徐國勇將異動的前兆 而徐國勇有一號到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報告 對於媒體追問是否接任黨秘書長 徐國勇僅有回應 政務官沒有任期 緣起緣面自己也尚未接到徵詢 而總統蔡英文呢 在26號晚間宣布辭去了黨主席一職 高雄市長陳其邁在30日的時候 在中常會被推舉為代理黨主席 在會後發表談話的時候 她也提出了三項的重要工作要做 是哪三項呢 帶您一起來看 好 謝謝大家 2022九合一大選民進黨輸得超慘 總統蔡英文當天就宣布辭去黨主席一職 而高雄市長陳其邁30日在中常會 被推舉為代理黨主席 她也發表談話 表示現在最重要的工作有三項 第一項就是徹底的檢討 選舉輸了就是輸了 要謙虛謙卑地面對民意 選舉輸了就是輸了 我們也要承認我們的敗選 那也要再深刻地檢討了解 我們哪裡做得不夠好 哪裡可以做得更好 人民其實已經表達非常清楚的一個態度 所以怎麼樣能夠謙虛地 謙卑地來面對民意 來徹底地檢討 這個是我們當務之急 第二個任務 民進黨要團結助選 接下來的嘉義市長選舉 及台北市立委補選 陳其邁的第三個任務是辦理黨主席補選 預計一月中完成補選 產生下一任民進黨主席 而民進黨中常會也通過成立2022大選檢討小組 並推舉桃園市長鄭文燦 擔任召集人 而在會中也有中常委提議 應該把地方黨部主委都找來 除了叫他們寫檢討報告之外 也希望他們能夠到中央開會 最後陳其邁也深深鞠躬 代表民進黨 感謝選民給他們反省的機會 代表整黨深深一鞠躬 感謝支持民進黨的所有的好朋友 那我們選得不好 我也深深一鞠躬 感謝所有的選民 在這一次給我們反省的機會 我們會深刻的檢討 謙虛的面對民意 謝謝大家 至於陳其邁被問到說 有意願出來參選黨主席嗎 他說他市政很忙 而且他待在高雄的時間比較多 所以他不會參選 選舉不會撕裂感情 這個會更好 不過民主機制 不管程序怎麼樣 到最後就是黨員投票 這個人選腳不好 黨員不會支持 這是民主機制 我是辦選務的人 講這樣應該聽得懂 那第二個問題是說 你剛才有提到公正辦理選務 我們滿好奇的說 你是你自己可不可以登記參選 說這樣還聽不懂 聽不懂還是等你講出來 我比較喜歡直接一點 不會 這樣可以嗎 好 還有一點喔 講那麼直接 好 謝謝 好 因為我市政很忙 真的是 這個時間 還是在高雄的時間比較多 抱歉 而陳其邁呢 在中場會後記者會 開放現場媒體提問 而且呢還是問到寶 這個舉動呢也讓媒體人黃陽明大讚說 終於有民進黨主席 願意公開讓媒體提問 黃陽明30日在臉書發文表示 陳其邁在會後開放現場媒體提問 此舉是2020年12月12日以後 終於有民進黨主席 願意公開讓媒體提問 他也計算出 蔡英文總統不開放媒體公開提問的天數 已經累積到718天 事實上 黃陽明過去就不斷針對 蔡英文不接受媒體訪問 提出質疑 最近一次 蔡英文在媒體前露面是11月26日 九合一敗選當晚 蔡英文召開記者會 宣布請辭黨主席 不過最後她還是沒有接受媒體聯訪 而是在聲明完畢後 隨即轉頭離開 黃陽明當時就指出 蔡英文還是不接受媒體的提問